百分之百,4-0的比分 好的,同样是一场来自湖南的内战RP 同样是一位湖南的人气高手赖霸 同样是百分之百的胜率 大家可以看到,同样是巴克门 也就是说,接下来给大家奉献的这场 就是两位湖南顶尖高手的一场巴克门的内战 好的,这样的话兄弟们,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支持 咪咪眼这边35%,赖霸这边65%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赖霸是一个网络上酒吧的人气选手 咪咪眼知道了,对吧 咪咪眼说句实在话,他接机打的比较多 然后他网站除了有一些大一点的比赛啊 或者怎么样,他很少经常打 赖霸反而是经常打 对,那赖霸也是跟我是一个队伍的 通常是这次线上的卡文联赛的这个若南战队 好的,先看这一波 这一下是一个双则 前跑既有左右则,又有一个消防的投机则在里面 这下当你觉得他要打左右的时候 你觉得我想吻一下吧 我又不敢赌招也跳不起来,我AB一下 马上被这手消防抓左右 这一下赖霸确实是 虽然不是一个指令上的简单复合 但是它是一个思路上的双重的一个招 对,你躲我左右 想AB就必中我的消防 给对方留下的思考空间非常的少 先看这一波 明明眼也不是个软柿子 八神死了 人家后面会打得更加的有自己的套路和想法 好的,低点CD划铲 马上挑A 这边又是一手下一打到了赖霸的AB 话音未落 马上克里斯基本上也是翻盘掉了这个血量不算少的八神 这样的话,双方克里斯内战 明明眼这边可能要有一点优势 对,因为克里斯已经打了一会儿了 所以说克里斯的能量肯定比赖霸这边刚上场的克里斯要多 怎么说 真的是一场硬仗 这下想前跑 一看位置不对 不敢再向前走 瞬间的变招 一瞬间的一个变化 变成了一个低头 也是让明明眼没有反应过来 又是一个C头 这两个头也是帮助赖霸拿到了克里斯内战的一个血量的领先 跳CD 好的 这一下跳CD低点的同时 赖霸也是在确认这一下 如果打出counter 而且是一个不算太高的位置的话 这一下按黑大蛇替也是直接送给你 这下在酒吧里很多人可以这样的 克里斯 包括草地精 包括草地柴中 包括哈迪兰都有这样的一个连招方法 这一下骗过对方的CD 但是战C没有打到 只是一个斜C 有的人说斜C不也可以连招吗 是可以 但是你想打的是战C斜C带连招和你直接打斜C带连招 你手上给的输入时机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也是导致了一个失误 好的 我们来到这一波 双方大门的内战 敏免这边是一个雪量少但气量多的优势 先是推了一个远C 这个排行长推完之后马上的第一时间跑到又是小跳的一个重树 凤C头 哇 这个雪量掉的有点快了 赖霸这一局打的也是非常的精彩 常规意义上讲 很多人都会觉得啊 你雪量多又是大门打大门你肯定会稳一下对吧 点点拳脚堆一下空等等跳啥的 外霸反而是反击道而行 你觉得我会的那我就先发指引 延续的几波 快速且有效的择 尤其是跑天力反和小跳后C这两下 也是确立了自己这一局大门内战的一个优势 这样的话1比0赖霸领先 小C空中截杀康的好的 这一手冲拳前一带波 被对方的一个抓捷过掉 这也是酒吧中八神打八神一个必有的破招 你敢发波我就抓捷 小B截空 好的消防 但是失误 这下应该会是对心态有点影响 但是后面这下逆向泽 逆向赖霸还是防住的 毕竟是线下的比赛 这个出现临场的事物是很正常的 真的是这样 到C地点发波 但是这下后AB是躲不开了 明明眼打得很稳 好的下C前三中捆 这一局不要说了 赖霸最多追点血量 对了追几下血量也就这样 直接保持到中盘 这样的话加完血之后 明明眼的血量应该半血多一些 而且有气 这样 赖霸的克里斯 来怎么打 下C对空 小跳 好的 同样的一个招 但是变换了一下位置 刚刚是在凭空打向2P 现在是在 打到了1P的凭准 跳C地点counter瞬间确认的一手暗黑大蛇蹄 雷霸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下非常精彩的一个招 这个招其实难嘛 并不难 你要是知道B中的话 谁都会给 但是难就难在 在快速且高效的对局之中 突然之间出现这么一下 然后你从你的想法到最后实施完成 这下的闲金 这个是难点 前跑的反偷下盘 这个在比赛中 我已经为大家带来过很多相关 不同人物的前跑反偷的一个解说了 克里斯打克里斯 这下前跑反偷也确实是一个 瞬间打开局面的有效方法 好的 空中二连接力 直跳C地守卫 前高跳 又是一个小跳想偷下盘 来把这边马上进身站C 用站C的发声速度 抢掉了对方小跳落地的落地姿势和时间 这一下看得要准 而且输入一定要准 你的站C慢一点 结果就是被对方的小跳的下逼 先一步的点到你的下盘 哇 这个跳路的血量 大门瞬间也是马上要残 现在已经残血 小迪又是要了一个中段 反摇C 这下和大门的头上服对空 也是形成了一波相杀 这样的话 来把这一局克里斯 基本上也是打了一个尾跳三的效果 因为八神内战他是输掉的 自己的克里斯是打掉了对方的 不满血的八神 满血的克和满血的门 这样也是打出了一个尾跳三 巴克门 现在小分0比2 来把的赛点 我这下没敢带葵花 刚刚带葵花的话 赖爸有马上就要晕 但是AB则又被赖爸拿到机会 咪咪眼这下的生龙赌招有点浪了 摆明了对方八神 占了你一个身位还开一点的 远一点的距离啊 这下赶众生 有的人说那我起身众生打什么呢 打两点 第一点打对方切神 你赌一下 这个是虽然有代价 但是也有回报 再有就是你确认对方会跳 哪怕是你起身 对方跳不是安全跳 你也可以赌生龙 这一波的青春龙之后 马上前跑的肖峰 又是一个命中 克里斯进角落死了 这一盘赖爸反倒显得比较紧张 在自己的赛点 而且已经拿到了八神 将近满血吧 哦没有还差一点 90%吧 这样的一个血量 优势下赖爸反而显得比较紧张 反倒是迷你眼 这边感觉还是比较从容 吸头 两下 开开 下低和八神战息的相杀 战逼摸一下 跑投没了兄弟 这个血量再一刹开 好的又是被小跳百合者 赖爸之后是自己标志性的 一个近身战逼接效果 这样的话也是直接打晕 这波八神直接打出了挑三的效果 在我们这一场八强近胜者的比赛之中 赖爸先一步拿到了晋级的名额 这样的话 这边的散发